一番賞 一番 可以看起來嗎 好 可以看起來嗎 你們很壞耶 孫生日前踢爆 抽一番賞的店家詐騙 除了拍片揭露惡行之外 26號出席全上紀錄片 首映見面會時 說起這件事還是覺得很氣憤 我今天記者好多喔 我嚇到耶 我怎麼這麼多啊 因為沒差 那先照片好了 對不起 對啊 希望有好多風氣 不然你看那個 一般學生抽個五 抽十抽幹嘛抓不到啊 而且一番 一抽三百上下 店家還是給他這樣小獎 其實大家會 會覺得很難過 我希望我的全台玩具店走透透 對 去當一日店長 來督促這個風氣 當下是滿傻眼的 就不敢相信 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眼前 對 因為那時候我朋友 去那家店消費好多次 被騙了好多錢 然後就覺得怪怪了 他已經覺得怪怪了好幾次了 然後說所以我們來抓看看 結果真的抓到了 有人說想要找你出來瞧啊 說什麼想要給十八萬來解決這事情 我聽得很不舒服 感覺就是很像被恐嚇那種感覺 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店家跟店家之間一定知道 彼此在搞什麼鬼嘛 因為他們是同個圈子的人嘛 那如果知道有壞人的話 你沒有給舉發啊 就不會說什麼 哇一粒老鼠死壞了整鍋之後 連做法嘛 如果你們都知道的狀況下 你們也要舉發好嗎 不要這樣子嘛 那個一番賞 這個也要騙幹什麼呢 因為以前一開始一番賞在台灣的時候 明明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啊 哦哦好棒 你現在玩一番賞還要對序號耶 還要看那個 要仔細看耶 像那奧門咪牌一樣耶 不就是 只能說玩得戰戰兢兢啊 這樣是不好的 而說起前女友林鄉 最近被拍到新戀情曝光 孫生也坦言還沒看過馬傑森照片 自嘲視野很狹隘 不知道對方長什麼樣子 不過還是大方的給予女方祝福